今天我们来做肘花洞 需要准备带皮和骨的猪肘花肉一盘 我们要用水充分的清洗买回来的肘花肉 然后倒入料酒去除肉腥味 煮开后把它捞出来 再准备些香叶,花椒,八角,姜,葱和料酒 锅中加清水,倒入焯好的肘花肉 再把准备好的香叶等配料放入锅中 然后大火煮开 锅开后转成小火煮四十分钟左右 用筷子试验可以卸下骨头为止 捞出种花肉去除骨头和肉皮 有些骨头已经自行脱落了 有些骨头已经自行脱落了 Based on theple解饰骨头 说到锅中生龙尔 CBD 把骨头也魂长成小火煮得二十分钟 把骨头拿出来 你弄得推制骨头 再把骨头给了一下 再切放骨头 又是一个骨头 扔掉剔除骨头和骨头 捞出汤中的所有配料 扔掉捞出来的所有骨头肉皮 还有那些配料 然后把肘花肉装入有深度的器皿当中 加入煮汤 最好没过肘花肉 也可以把肘花肉剁碎更方便切成薄片 再盖上盖子 放进冰箱 储存3-4个小时 取出来以后 打开盖子 用小勺刮去表皮的猪油 菜板上放一张工培式使用的烤盘纸 再放上肘花 切成片 装盘后 淋用你自己喜欢的各种调料 酱油醋 花椒油 蒜末等等 享用吧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